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但您關心社會焦點 那就是新北市三重銀龍搶案 警方逮捕了以七十歲 陳清克為首的強盜集團 查扣超過一百五十兩的黃金 還有十二點八萬的現金 持續追查其他的珠寶下落 而嫌犯呢 他也犯下了多起的銀龍 還有中表行的強盜案 還曾經截囚脫逃 只是呢都這一把年紀了 想要再搶一筆來當退休金 我同育中好朋友來犯案 全數落網 開店做生意 被三名歹徒壓在地上 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高齡七十歲銀龍老闆 怎麼承受得住攻擊 倒在地上痛苦掙扎 十八號早上他們闖進 新北市三重銀龍搜掛 三千萬的金氏 嫌犯陳清克 彭榮華 王雷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三個人加起來平均六十歲 組成長青強盜集團 千科累累 抓到的時候 專案小組跟我說 那組長說 我抓過他 非常狡猾 死不承認 絕對不透露張管去處 是有計畫非常周詳 會有槍支 七十歲的主嫌陳清克 綽號透董 二十年前在台北監獄服刑 趁借戶就義截球脫逃 去年二度洗劫新竹富商豪宅 還是同伙彭榮華犯罪集團成員 這回看上頭為假釋犯的 王雷三人書法協會再碰頭 年過半百搶迎樓賺退休金 閒犯一伙人搶完後 由陳清克彭榮華 騎車雙載逃往中和 王雷搭乘小黃陶翼 陳清克載由女名友接應 趕往高雄藏經市 獨自一人搭火車轉往花蓮 涌槍自重 要和警方活拼 活到老 強到老 阿公級嫌犯 後半輩子恐怕都得在牢裡度過 記者綜合報導